大家好 各位介紹下面一輛商品 那今天的車型是Racing S150 那針對於Racing S的一個部份呢 不管是125還是150 然後在方向燈部份呢 我們原廠的方向燈呢 一般呢有些人會覺得太長 第二個造型可能不夠漂亮 那第三個太長有的時候會卡到或是踢到 會造成斷裂 那所以呢我們在此設計的一個 這個商品 就是這個方向燈的一個改裝 那方向燈這個改裝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是選用這個台灣BCD 這個總代理的這個 一個商品 這個是這個STARTWIN的一個 的一個商品 然後這個是有鋁合金的底座 然後我們看起來像是塑膠 所以事實上它是一個鋁合金的一個材質 做得非常的精細 然後呢LED的一個燈珠在裡面 然後在鋁合金的部分呢 它不單單只有一個黑色 那事實上它是有造型的 它是有整體的一個造型在 非常好看 然後這一組這個LED的後方向燈的一個部分呢 其實沒有分前後方向燈啦 那就是這個方向燈的部分呢 它還是有經過這個歐盟的一個認證 所以在品質上市絕對沒有問題 那歐盟認證呢 就是我們可以做 可以跟這個 經過歐洲的一個檢定 一個E-Mark的認證 那在證後呢 就可以在歐洲地區做一個銷售以及上市 這個部分也是非常認證是要花費不少的費用機 相對的它就是一個品質任的保證 然後呢 因為它很短 那原廠的話可能以我手來補的話 大概會到這個部分 然後這個大概短了將近 大概二分之一多一點點 因為正好沒有帶原廠的過來 不然可以做一個比較 但是我們可以到我們的網拍的一個網頁 那我們有把這個這組方向燈 那以及原廠的方向燈的一個長度 有做一個比較 大家可以上我們的網頁去看一下 一下一下 基本上到各大拍賣 或者是蝦皮搜尋麥可 參與集合景點控格Ration S 應該就可以找到 然後在這個部分 那既然是歐盟認證的方向燈呢 那品質當然都會有一個 非常非常不錯的一個品質 第一個 那當然保證這個 使用上的一個耐用度 做耐久測試各方面 都會經過E-Mark的一個認證 第二個在亮度上會經過一個 E-Mark的一個安全性的認證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下 方向燈開啟的一個亮度 這個方向燈亮度是非常亮的 我們把鏡頭拉遠 它是非常亮 那甚至在正後方 那或者是左邊45度角 那甚至像這個右邊 這個右邊90度角的一個部分 我們都可以明顯看得到 方向燈是有在作動的 那當然這是屬於歐盟的一個認證範圍 那當然像材質啊 然後我們剛講到一個壽命方面 當然都是有經過這個 歐盟E-Mark的一個認證 好我們看一下右邊 這個呢就是 無論你是在 任何一個角度 那即使在100公尺以外 都可以很明確的看得到 這一組方向燈 當然在行車安全性上 最重要是保障一個行車的安全性 上都是非常明顯的 那不管是在白天 那在晚上 或是在下雨 都可以清晰的看得到 這一組方向燈在作動 那這一組方向燈呢 那改裝那直接可以對應原廠的 我們直接不用剪線 我們會這個直接使用這個方式 然後直接安裝上去 不會剪到 不會剪到原廠的線路 絕對不會剪到原廠的線路 希望朋友們可以站好看 或到Bike 倉庫 機器精品來做一個選購 那這一組方向燈呢是限量的 我們全部只有50組 全部只有50組 希望朋友們可以參考看看 謝謝大家